对自由者而言,什么是束缚? 飞鸟说,束缚是剥夺双翼。 鲜花说,束缚是扎根泥土。 伟大之人则说,答案早有定论,只待睁开双眼。 对我来这一趟。 谁都不能说服我。 好啊,既然这样,我就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很显然,这是一场象征意识胜利的云。 不错,我应该用高塔来称呼它。 它是严血圣城里最高的建筑。 因为它所在的世界炮,刚好和我所在的世界炮重叠。 大概是沙漏那样的结构。 世界炮是。 有些人没有权利的。 我怎么会纠结这种毫无意义的白痴问题。 那现在的我,又是谁? 啊 果然是躺太久了吧 啊 果然清醒多了 就这 想赢我 你还早了一万年 我应该说过的吧 谁都不能束缚我 哪怕这个人 是我自己 喂 这是什么表情 要不是看你们紧张兮兮 我还懒得说呢 抱歉 我们也是担心你才 我懂你意思 但我现在真的可好了 倒是你的模样 我就说嘛 有我十之律者在 你们怎么可能输 的确是多亏了十之律者和大家的帮助 我们才能战胜Vita 解放两边的世界 但之后要面对的事 或许不比之前轻松 等等 敢请你们第一个来找我 就只是因为我得到身体这件事 在两个世界炮内引起的反应最大 怎么 你有什么不满吗 我又不是你 凡事要先不满一下 这反倒更能证明十之律者女士的独一无二 行吧 不过 我还是有一件事很在意 啥事 现在的十之律者 不还是从前的模样吗 可你刚刚说 昔儿妹妹 毁掉身体和我没变化是两回事 其次 我必须要纠正你 你送的那具身体从来都不属于我 你毕竟是从量子之海中诞生的律者 而我的力量可是中阴之简的投影 不考虑个人喜好 单从本质上看 两者也天然对立 换言之 你这礼物虽好 但的确是送错人了 所以 如果哪天Kiana帮你捏了一副身体 你就会欣然接受 嗨 这又不是套娃 不管谁都送我一个都会成为累赘 况且 那玩意儿我自己就能念 还记得吗 石头博士说它本质上是一团能量 只能靠依附于物质和我们建立联系 而我呢 却可以在物质和能量间自由转换 而身体 它不过是万千物质中的一类 只要我乐意 给你们来个七十二变也不是难事啊 至于在大家面前保持这副人行 不过是扑个方便罢了 表情丰富 动作生动 这样看 你好像确实比神之剑厉害许多 喂 你怎么又提 算了 能说出刚刚那句话 于情于理 我都该回你一句 你这一来二去也成长了不少 要是没有你 咱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总之 多谢了 我其实没有参与最后那场战斗 都是希儿在 差不多得了啊 希儿刚刚不是都已经说了一遍事情的始末 还是说 那创生之余锐利可比银针 是自己钻过世界炮的边界掉我头上的 先罗列他人的努力以否认自己的付出 这种套路对我不管用 你就坦率点乖乖收下十只绿者女士的快奖吧 我真心建议某人改改随便读新的毛病 我也真心建议某人少点弯弯绕绕 这样本人还能省下当知心姐姐的时间 干些更有趣的事情 你 你什么 我哪句不对 我看你呀 最好抽个时间手抄一千遍 我值得 我最棒 我天下第一 每次说不出来话的时候就磨出来看看 好啦 大家有什么话路上再说吧 我们还需要尽快确认齐罗前辈他们的情况 而且 沙铁国都的居民在脱离规则掌控后 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现在也是未知数 行行行 都听咱们高塔闲者的 刚好我躺久了 想活动活动身子 就勉为其难的陪你们走一趟吧 他看起来心情很好 坏人打败了 可以回家了 心情能不好吗 嗯 是啊 不过我总觉得 持之律者是在为别的事情开心呢 嗯 比如 他朋友第一个确认的对象 是他自己 哼 那谁知道呢 我可不会独心 嗯 这一定是个好的开始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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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鬼火都有了人行 这莫非也是你那场雨交的 你怎么不信啊 你要是不信 大不了 我再走一趟 好啊 如果你能拼人回来 我就 我就考虑你的提议 你们好 方便问你们几个问题吗 你好 啊 啊 我眼花了吗 怎么眼前是希儿小姐 小石和 另一位希儿小姐 这件事说来话长 总之 你就把我们看成双胞胎好了 至于称呼 我们都是希儿 嗯 我明白了 不过希儿小姐你们来得正好 我和吉安正圈一个见证人呢 见证人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今天正打算去城里找米拉 可刚走一半 眼前突然蹦出一道白光 随后的事便记不清了 我想 我当时应该是昏过去了吧 可被一阵雨声吵醒后 我却发现自己 正深处月光照射不到的边境 我心里直发处 就一个劲地往前飘 生怕自己还没找到月延就消失了 结果 当我返回城里时 米拉和其他一些人 已经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而我 居然也一样 我是不信吉安说的话 所以 他就自告奋勇 想再走一遍证明给我看 你俩不是恋人吗 为啥要整这一处 吉安消失了对谁都没好处吧 我们才 才不是呢 行啊 你说不是就不是 既然你不在乎 那我们不如立刻证明一下 吉安 你敢来吗 嗯 我要来 登道小师大人 保险起见 您能不能 顺手帮他稍快月延 这还有你说 走喽 实施律者的行动力还真是精神 这恐怕是他为数不多的优点 无论如何 我们这边也有需要 弄明白的事 嗯 米拉 吉安刚刚说 城里其他的一些人 也已经变成了人形 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真的 但也不完全是 总之 两位希儿小姐都请跟我来吧 我们这边经历的事其实差不多 大家几乎都是在同一时刻陷入了昏厥 又在僵醒之际听见了雨声 等彻底醒来后 不仅还没想起的事情想起来了 连身体也变了个样 不过 虽说每个人都有了变化 但人与人之间的变化又有所不同 比如 身体的具象程度 对 拿我举例 别看我现在是这副样子 但我已经能稍微挪一挪越岩了 我有种预感 也许再过不到两三天 我就会拥有真正的实体 我可能要一周吧 毕竟我虽然有了人形 却还是无法触碰实体 说到这个 新来的卡伊爷爷 好像连人形都没有 还是一团鬼火 会不会是因为卡伊爷爷年纪比较大呢 他生前活到了八十多岁 算是寿终正寝 一定有很多过去人生的回忆 所以变成人形的速度 才会慢于我们这些 这些死得比较早的人 寿终正寝吗 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啊 你俩好吗 你俩的一切 你俩好吗 对 他没有说话 你们俩好吗 我俩都不觉得 你俩好吗 我俩好吗 他俩 好吗 你俩好吗 我俩好吗 大家怎么都不说话 没什么 只是在想一些事情 我俩好吗 我也是 不过 关于大家身上发生的变化 我已经有了些眉目 嗯 像是米拉刚刚提到的卡依爷爷 我们出到炎雪上城时 就偶然遭遇了她的葬礼 在那个时间点 苏的规则仍然生效 这也是卡依爷爷 能够出现于此的原因 那个 你们是不是打算见一见卡依爷爷啊 如果需要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他哦 好 麻烦你了 卡依爷爷好 这两位就是小石大人的朋友 他们想找您问些事情 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好说好说 想问什么 尽管问呗 卡依爷爷 您不久前也出现过突然昏厥 然后又苏醒的情况吗 是啊 不过我不像其他人 一醒来就变得特别精神 我反倒更清楚 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呢 比如说 可能就在一个月后 我得到身体的那一天 哎 可大家都说 这是贤者大人 引领我们走向心生的第一步 只有卡依爷爷反着来 也太不公平了 我并不孤单呀 隔壁家的老头卡尔 老太罗斯 都有这样的预感 这 怎么会 米拉 我明白你在想什么 但你还小 贤者大人 帮你接上这断掉的路 合情合理 可若是把老人们 本就已经走完的路续上 那才叫多此一举呢 抱歉 一旦消灭了规则 投影就会回到原本的状态 也就是与原形相同的衰老程度 虽然用全能观察 他们不至于只能再活一两个月 但大家也的确没有变得比生前更加年轻 您之后打算做什么 反正不会瘫在床上 终日流泪 哦 我这模样 也流不出眼泪啊 不开玩笑了 我呀 应该会逛一逛 沙铁国度 和遇见的人 晒晒月亮 聊聊天 毕竟老头子我 也没什么爱好 就是爱说话嘛 只是这样呢 我还以为 卡依爷爷会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如果 如果您需要我帮忙 请一定不要客气 不用了 我的好孩子 等千牛花初开的时节 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虽然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什么千牛花 连这话也是从一位姑娘嘴里听来的 但米拉你说的那些不一样的事 我年轻时都很努力地一一尝试过呢 如果非要等到明白了死期才去着急 剩下的可就只有遗憾咯 而且 这最后的时间 还是留给卡依吧 我不想让爱我的人 再一次目睹我离去了 您 不怕吗 当然怕呀 谁又能不害怕呢 他就像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 人生的最后一场考试 哪怕你再努力准备 也无法看到期待已久的成绩 说起来 这算是我第二次参加考试了吧 那 你为什么还笑得出来 卡依也许过不了多久 就会顿入空无 但 或许也将有一个孩子 路过我的碑前 将他刚才来的 仍带着露水的牵牛花 放在我的杯上 当然 那不是我 但是 那不是我吗 怎么了 怎么了 是还想跟我聊聊吗 是啊 谁不想跟有趣的人聊天呢 你们呀 不过 老头子我念叨了半天大道理 却突然发现 还有件事没能再生前了去 是什么事呢 就是之前提到的那位姑娘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 她还送了我花茶 要我喝完之后 给点反馈 我茶是喝了 就是没来得及告诉她 这茶好喝 下次 给我多烧点 您说的姑娘 是不是留着齐尖发 年纪和我们差不多 或者 稍大一点 对对对 她叫Vita 你瞧我这个脑袋 我怎么能忘掉她的名字 还好现在想起来了 这不然她要知道 肯定得伤心了 她 伤心 你们是不了解她 这孩子 成天笑盈盈的 心思 却比谁都要细腻 我之前不过提了一嘴 边境村的花 长得好 结果她隔天 就跑去那地方采花了 说起来 你们认识她吗 她 已经离开 沿雪盛城了 倒是Vita 这孩子会做的事呢 热爱一个地方的人和物 却又向往全新的际遇 和更加广阔的世界 并愿意为此放弃 原本的安稳生活 如果这就是她的愿望 那我支持她 毕竟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 也有同一个梦啊 我认识 卡依爷爷 您说的话 如果有机会 我们会转告她 那可真是太感谢了 希儿 米拉 我们梳理一下 现阶段掌握的信息吧 好呀 你真打算把那些事都说出来 不 那些事 还是先不要让包括 颜雪盛城居民在内的普通人知道比较好 完整的真相 对他们而言 实在太过沉重 嗯 那就按你说的做 首先 是大家都提到的白光和雨声 从我的视角看 那正是高塔闲者 将你们引入新生的第一步 你们醒来后 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想起 尚未记起和已经遗忘的事 同时 年轻的灵魂 将慢慢获得形体 迎来新生 年老的灵魂 则会在得到肉体的时刻 逐渐衰老 最终重归死亡 也就是说 贤者大人对于大家的指引 实际上 各像是一次赠予年轻灵魂的礼物 以及 年老灵魂的安息 我明白 大家都会经历这样的事 不过早晚而已 只是贤者大人尽力帮大家 补齐了差距罢了 只是这次之后 大概就不会再有第二个 沙铁国度了吧 嗯 不会再有了 沙铁 没事吧 啊 没事 我们继续吧 然后 对 是吉恩和时之律者正在验证的事情 我想 如果你们能在不需要月光的情况下生存 那前往生者世界 就极有可能成为现实 这 真的吗 是真的 米拉 这是真的 小石大人已经带我证实了这一点 那他人呢 他 他在断塔前 正和一位新来的居民争执呢 新来的居民 下 这不对吧 脱离缩的掌控 严血圣城的生者 已经不可能凭借祷告 创造以亲朋为原型的鬼火了 嗯 这确实很奇怪 金 这里就先交给你和米拉了 我们去看看情况 好嘞 没问题 哟 你们来得真巧 我刚想带这位老朋友见你们呢 去吧 齐罗 跟他们打个招呼 我自己会说话 不劳烦您特意开场 石鱼齐罗 你怎么死了 喂 你学谁不好 怎么偏偏学十之律者 商量就说别人死了 哎 这也不能怪我们呢 你现在可是一团鬼火 谁看了都得这么问 十 十之律者 齐罗前辈 肯定没有死了 哎 果然还是稀儿就让人省心 你们稍等 我试试用外之剑 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形态 哟 你这家伙 看上去倒是也会绿者 获着理行的一招办事啊 怎么 难道说你更想看到 触手形态 别 你要是把我哪个小弟小妹下的魂飞魄散 那不得摊上人命 他们可还是货真价实的魂魄呢 齐罗前辈 你应该和普罗米修斯一样 是在炎雪圣城醒来的 对吧 但我们醒来之后 没有找到你们 就猜测你们会不会是去了砂铁国度 你也知道 在大决战结束之后 果然还是要见到本人才安内下心 所以 普罗米修斯建议我先从高塔入手 他认为 虽然米斯特林先前搭建的通道被Vita切断了 但大家将两个世界的基本锚点 连接在高塔这根主轴上的努力并没有消失 从这个角度看 这条通道或许能成为普通人在两个世界炮之间互通的契机 前提是 锚点没有因为Vita的干涉而损坏 我对此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了 但当我来到之前安放锚点的位置时 却发现那里的锚点完好无损 所以 你是通过触碰遗留在炎雪盛城的锚点 才抵达了沙铁国度 对吗 是的 诶 等会儿 这锚点难不成是你修的 那你还是多感谢一下希儿吧 估计他从一开始就想到了这点 才会拜托我趁他和Vita对战时 利用闲者的残余权能修复破损的锚点 从结果来看 这锚点不仅让希儿的创生之语得以遍及两个世界炮 还沟通了沙铁国度和炎雪盛城 简直是一举两得 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到的了 我只是顺应大家的愿望行动 无意中促成了这样的结果而已 希儿 这种时候就不用谦虚了 好 好的 总之 回到最初的话题 齐罗前辈之前变成了鬼火 是不是也和Vita口中缩的规则有关 他 居然会和你们聊这个 嗯 虽然我不敢说自己清楚Vita愿意挑明真相的原因 但他说的内容 大部分都已被我们在无意中证实 比如 沙铁国度其实诞生自生者的愿望 和缩植入的规则 而非由谁亲手创造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脱离缩的掌控后 沙铁国度才能暂时保持死者世界的基本特性 没有立即和银血胜成分道扬镳 但从我的身体形态在这边的紊乱程度来看 对普通人来说 想下来一趟也绝不容易 哎 你别丧气呀 既然阴阳相隔的局面已经被咱打破了 那大家可以自由往来的日子还会远吗 我劝你还是别过于乐观 不过 话说回来 普罗米修斯呢 怎么都是他指示你干着干呢 他 他呀 他还有自己的事要忙呢 你们去了就知道了 哎呀 他的事让我现在讲明白就没意思了 还是先把我们刚刚讨论出的结果 告诉沙铁国度的居民吧 你看 他们都在那边围撑一团 飘来飘去好久了 他就在那边围撑一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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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本身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呃 你们难道不觉得这样低头弯腰的和他讲话实在有点别扭 谁知律者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么 就让我换一个不占便宜的沟通方式吧 这样如何 不错呀 想不到你这小身板还能弄出这么鲜活的投影 难不成 这也是你的悲案之一 我不介意你这么想 等等 仔细想想 你现在这个模样 小巧精致 功能齐全 还会说话 带出去溜弯肯定特别有面子 试之律者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副这样的身体 那不用 我自己可以 为了后续的合作 你有必要为我解释其中的原理 当然 最好也能一并说明 我牵移自身意识期间发生的一切 唉 可以了吧 再说我嘴皮子都要磨破了 咳咳咳 可以了 感谢你的耐心 事实上 我这边也确认过沿雪圣城居民们的情况 从理论上来说 他们与我的情况类似 一时被重新激活 再度支配了自己的身体 作为独立于中 作为独立于中烟的律者 希尔对自身权能的运用 的确可圈可点 无论如何 除缺部分暂时失去联络的同伴之外 这场冒险的结果令人欣慰 你是指池头博士和米斯特林? 是的 不过他们的情况 不能一概而论 此话怎讲? 也对 毕竟食之律者 都是不在场 对于薛定恶博士的存在方式 先前我们已经探讨过 基于此 维塔对他的干涉 多半是切断了他与两个世界炮之间的联系而已 在所有的规则不再生效的当下 确定恶博士与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只是时间问题 但米斯特林的情况 就复杂多了 因为诞生方式的局限 米斯特林自己反而需要唯一的实体 来出入圣痕空间 换句话说 当他决定以毁灭自身的现实存在为代价 投伤能量洪流时 实际上 也就放弃了短时间内重返时数世界的机会 说想再度苏醒 重新拥有实体 他将要面对的 不仅是时间 还有概率 虽然从统计学的意义上 这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 如你们所见 0014日至0015日已离开了圣痕空间 这意味着 将他们置入圣痕空间并加以管理的米斯特林 的确消失了 所以 在解决危机之后 你打算留在这里等待米斯特林吗 你想多了 词曲 李宗盛 我不会等待,我会尝试解放她,无论她身处何方,就像,她曾经拯救了我那样。 我明白了,祝你和米斯特林好运。 谢谢,不过,我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你们在本征世界的朋友,或许很快就会抵达这里。 在此之前,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需要提前做完的事,请抓紧时间。 汐儿,我们再和大家聊聊吧。 以后像这样聚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不会太多。 嗯,我陪你。 想不到,你和米斯特林关系这么好。 梅博士曾与我分享过一句,在当时的年轻人之间颇为流行的话语。 在举行婚礼前,你必须要和恋人共赴一场旅行,爱与我们那时面临的浩劫。 她和凯文不可能拥有旅行的机会。 更谎论在那之后的婚礼,但对这场不存在的旅行,她依然展露出了充分的期待。 这当然只能是一种谎言,却也是一份真实的心情。 毕竟,能决定和某人共赴旅行,本就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 而这份难得,也恰恰说明对方值得。 考虑到我一般不把米斯特林当作朋友,这句话对你们来说,应该更加适用。 无论如何,所谓一心同体,必然是一种远超相互扶持的特殊关系。 可虽如此,重装小兔还是对此颇有微词。 小兔? 不用担心,因为你施展的全能。 重装小兔误导误撞地获得了一副身体。 什么意思啊?成精了? 小兔?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正忙着指引来自本征世界的人们。 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出现。 谢谢。我之后,一定会向她好好道歉。 但我仍有一个疑问。 她为什么会如此配合我的指示? 感觉就像实际律者对梅博士的服从一样。 这个……可能……因为某种习惯? ……怎么?你还是有点在意米斯特林? 算是吧。无论如何,我都该当面为无端刺杀她的事道个歉。 还有一些因她外貌而生的偏见。 其实,在米斯特林出发之前,我就想对她说这些话了。 可我终究没有说出口。 齐罗前辈? 或许,我那时只是在等待所谓的最好的时机。 但现在,似乎连最坏的时机都不剩了。 ……所以你们一个两个早把话说清楚,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不过你也别担心,既然那家伙的诞生异于常人, 那么,想让她彻底泯灭,也绝非意识。 简单来说,她的生命力,或许看别那打不死的小…… 你还是闭嘴吧。 虽说我还是很讨厌那个女人,但也不想在这里听见某些粗鄙之语。 什么粗不粗的?没见我在安慰她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确心情好多了,谢谢你们。 所以,你之后打算干啥?帮普罗米修斯找米斯特林? 不,我有必须要做的事,而完成的同时,米斯特林的事或许也能一并解决。 难道齐罗前辈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 这个…… 你就是跑到沙铁国度,我也能知道你在想什么。 唉……你们也知道,我背着精品堂长老偷偷溜出了糖果屋。 那时的我,对缩了解不多,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解决问题。 但就现在的局面来看,光是对付一个Vita,就让所有人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而我们甚至还不知道,真正的缩,进化到了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我先在这里等待薛定谔的联络。 再和他一起返回本征世界,尋求德丽莎和凯亚娜的援助。 等大家合力解决缩之后,再回糖果屋不迟。 唉……嗯,你们自己评价吧。 这不就是……离家出走,又怕被家长骂,所以干脆不回家,在补习班呆着,直到考个满分,好让他们骂轻点。 不……抛开这点,我和薛定谔的确很久都没有回地球了。 比安卡他们肯定很想见我们,苏珊娜也是。 呵呵,你不会打算把所有人对你和石头博士的思念都搬出来说一遍吧? 所以……《石之略者》之后,也打算回地球吗? 我……还没想好,留在这边看看鬼火和人类共处的未来也不错。 回去看看其他人,到底有多思念我们的启罗前辈,好像也蛮有意思。 喂! 又见面了,两位…… 嗯,又见面了。 你出现在这儿我能理解,可她为什么也在? …… 汐儿,我愿意为0015号之前的所有不敬道歉。 但请你相信,她今后不会再危害任何人。 姐姐,你为什么要替我道歉?我明明可以自己来。 你俩这是到哪一处? 高塔贤者,关于米斯特林的下落,你这边有什么线索吗? 谢谢你还愿意如此称呼我。 汐儿,离开圣痕空间,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 在这之后,米斯特林也未曾现身。 至于为什么来到此地的是我们? 那出于0013号沉的判断。 她认为我们对外界威胁性不大,或许还能帮到米斯特林。 威胁性不大? 我觉得这是相当贴切的评价。 你是在为自己辩解吗? 你这样忽悠那个臣也就算了。 我可不是什么没谈过恋爱的小男生。 我只是想和你们说说话而已。 那你说呀。 姐姐。 你自己把握分寸。 好。 汐儿,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没有向所有人展现真实? 我不是指苏或者Vita的事。 我说的是这些鬼火的本质。 但是,严血圣城居民终日期盼再见的亲朋,居然只是以其为原形诞生的赝品。 而赝品自己甚至也对此毫无知觉。 这难道不可悲吗? 嘘。 那你说怎么办? 告诉他们一切,引发毫无必要的恐慌? 告诉那边的卡依爷爷,他其实是一个不幸得了早衰症的克隆人。 你是真不懂人情世故,还是只把一切看成游戏,看成那个被你害死的灰蛇? 那些鬼火可不是用来满足你好奇心的玩具。 汐儿,别着急。 0015号,你说的问题我也有认真考虑过。 但直到此刻,我依然认为,唯独这件事绝对不能向两边明说。 如你所言,刻薄地说,鬼火是以死之人的赝品。 生者的思念赋予其形体。 贤者的卫灵填充其人格。 即便是亲近之人,也无法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不,高塔贤者的全能,亦无法兼顾所有。 这也导致,他们的精神,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着某种空洞。 所以,这些赝品身上的空洞,一定会随时间逐渐暴露。 但,普通人也是这样吧。 无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拥有自由。 正是这份自由,为人赋予了细腻而多变的内心。 让人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成人。 而对沙铁国度的剧名来说,自由,也一定能够填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空洞。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可靠,但也是这种不可靠的东西。 让人类走到了现在。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私。 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它们就是最好的。 这就是……你们的答案? 不,这是我对你的祝福。 毕竟所谓的自由,是一种只有自己才能发掘的宝藏。 而里面埋藏的,或许是你从未见过的宝物。 你有心探寻,就必将在未来的旅途中收获它,分享它,理解它,并因此成为全新的生命。 别担心,你的姐姐一定会指引你。她可是高塔闲者呢。 我明白了,汐儿,我会好好履行这份职责。 不过坦诚地说,你做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还记得我先前提到的范本吗? 在那时的我眼中,你们俩是如此不同,却又能在一具身体里和谐共处,达到我十分羡慕的平衡状态。 这样特殊的生存方式也启发了我,让我不禁思考。 鬼火这般非人之物,能否通过与生者共享身体,获得成为人的可能? 也许,米斯特林当初早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切实际,更忽略了双方的意愿。 但她依然认真聆听了我的想法,并将你们带到了这里。 这不还是在支持你吗? 不,我想她是想让我看看你们会给出的答案。 而事实证明,你们确实做到了你们的朋友已经做到的事情,甚至做得更好。 是啊,尽管贤者的全能随着规则的湮灭而逐渐消失,但希尔的确成为了真正的高塔贤者。 就把她看作前代高塔贤者灵行前最后的祝福吧。 谢谢你们,解放了这里的生命,以及我自己。 等等,灵行? 嗯,我们还要想办法去帮助米斯特林。 不过你们放心,在此之前,我也会认真完成高塔贤者的最后职责。 帮助大家适应未来,这同样是我应该做好的事。 我们的贤者大人,果然还是这么认真呢。 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 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希尔之前说的她是什么? 在自由的宝藏里埋藏着的宝物,究竟是什么呢? 0015号,希尔他们或许还有事情要忙。 嗯,现在还不是时候吗? 那,我就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吧。 是啊,总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份答案,属于你自己的,名为爱的珍宝。 对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还有些话想对希尔说。 刚好,我也有话想和你说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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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